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发生在去年 它这一次运输的量非常巨大 而这次我们查获的走私货物 是通过大型集装箱后卫 这个集装箱后卫达到了29个 直到今天我还能记得里面的重量 是650.3295吨 它这批货物是没有经过我们国家检验认证的 一旦这些走私货物流向我们的餐桌 对我们大众安全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说对于我们这样的走私行为 必须是严打严控的